這就是她腿可以洗啊 真的很想自己 好想吃餓餓 好可愛喔 超好大 好可愛 哈囉大家 我現在超級無敵臭 我現在也非常的不想錄影 可是呢 我覺得我一定要把這個瞬間記錄起來 就是 應該是禮拜五 然後呢 我給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在12月的時候要 就是 把自己的一個缺點改掉 也不是說完全改掉 就是說 我很亂這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都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在影響我 就是很想要 我至少就是在年底的時候 先把就是 這個系統建立起來 就是說把東西全部重新整理 然後讓每一個東西都有個家 然後稍微 你再斷省離一下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就是讓它至少是有系統的 反正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有多痛苦嗎 就是這件事情對別人來說 可能是一件很輕鬆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一定困擾我一輩子 我要努力讓這件事情有條理 對 沒錯 你們用這件事情有條理 沒錯 你們用這件事情有條理 沒錯 你們用這件事情有條理 很多事情很有趣 都會不會到 有條理 都會不合理 特別瓜哥 就是有一件衝能的 rate 五 ح 500 多吉 Councillor 困難 我們剛剛把東西分類完 然後把可以掛的都已經先拿去掛起來 現在稍微有一點舊吧 稍微有一點舊 我們分類完畢 哇~~~ 現在要把T-shirt折進去 這一格 抽屁 給大家看T-shirt一樓 有成就感 有欸 各位我們今天請到了兩位救兵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男生在這他叫威斯利 他為什麼今天也來了呢 因為他想要把我救去滑雪 對啊我們今天如果搞不定就不去滑雪 因為我剛剛說搞不定我不去滑雪 各位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天有多少希望 而且威斯利以為他只是來頻繁的整理一下女生的房間 結果他一進來發現 你的心情是什麼 我的心情很雀躍 他剛走進來說還是我們就不要去滑雪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還沒你先 還有翻牛仔褲跟一般的褲子喔 那還有棉褲跟工裝褲 走啊走啊 這所有的褲子了吧 沒有 還沒還有牛仔褲 還有牛仔褲 還有牛仔褲跟牛仔褲 欸你這一拖感覺很重欸 超重的 超重的 這感覺超重的 然後 我這 但是我這第一個 你要怎麼會發現 這是好不好 最近褲子感覺你不會出來 我們昨天在講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在講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在講一模一樣的事情 在講一模一樣的事情 然後把他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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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男生車然後細胸 然後把他丟掉了 然後配個雷彩 然後配個雷彩 吉本哥的是 stan smith 綠色的 stan smith 綠色 白綠色 黃色 白綠色可以 藍色還有軍藍 那鍋湯應該OK吧 有 título才先 大家看這個 我這邊 我的 palette 棉褲超療癒的 餵 可以 鑽台可以擺四件 這鑽台各個海鑽 趕快擺五件喔 欸我們真的是幫你休息 他相公十分鐘就要問休息時間是什麼時候 但是他就立起來 所以你要肉褲頭 對肉褲頭 他在那邊把它擺平 然後他把它捲起來 然後他把它塞在這邊 然後我就會把它收回去 這個櫃子裡 真的我們是一個生產線 欸我們在Vegas開一間整理公司 你說就是去別人家吧 對啊去別人家幫他整個牛仔褲啊 那跟我們每個生產線都一樣 對啊去牛仔褲吧 好有希望好有希望 好有希望 就像裝嗎 當女生好辛苦 真的 男生就是綿褲跟短袖 對 然後他說裙子還要不規則型 這差不多太屌了吧 死生喔 這就是殺小 來 這 就是 要裙子 這 弱褲 這 可以這樣當工 就是喬一下 喬那個你 喬喬 喬喬 喬喬服務 這感覺很不像你在那邊記的小 characters 怎麼意思 他在這句話 哇 哇 啊 嗨大家 看看誰在我家 嗶嗶 她發了瘋 她昨天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我現在要出門開去你家 對 然後她就開來了 在那之前我已經猶豫很 我們兩個已經討論很久要不要來 對 一開始都覺得 哇 四小時也算了 對 因為我也不想去 我覺得好麻煩 很累 對 但我們真的無聊到極致 就是我們已經沒有什麼過聖誕節 我們至少要跨年 要一起過 RTD的部分 我的帽子是應該四五年前 是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今天都藍色喔 對 四五年前送Danny的Egging Studios 我的身相是 Nike的大衛衣 然後褲子是Pallet的鐵灰的褲子 這天氣我真的 我不懂你怎麼可以穿得下你有在褲 很冷欸 可是我上身飽滿 我就是講求一個 你上身其實也沒有很保暖 裡面是羽絨欸 喔真的喔 有一點點的 喔有啊有啊這個有保暖 超級保暖 腿快斷了 漂亮妹妹 腿快斷了 好 他們的帽子是Cara Heart 然後呢 外套是Stuzy 沒錯 謝謝幫我介紹 然後裡面的衣服是Nike 褲子是 Ganny Ganny的牛仔褲 各位 希望還可以吃得到 他們三點關 現在已經兩點五十分了 好像我們還沒開咧 他們關門了 他們很想吃 他吃不到 好 還是我們去丟人狗吃牛肉麵 好 走吧 好嗎 走 太傷心了 真的很傷心 好想吃貝果 好 我一定要哭給你看 好 你哭 我哭出來有錢這樣嗎 你哭 沒有 小姐給你錢 好 你哭 你哭快 你哭 他剛剛是要努力 你要努力 哭 你哭 哭 哭 哭出來 各位 我們現在轉戰陣地 我們要來吃 熔記燒辣 輪家餓餓 想被擋 大家 我們點了兩份 我們兩個都是一樣的雙瓶飯 然後都是油雞跟燒鴨頭 我超期待 我超飽 我也好 我快餓了 然後小仔點呢 是 什麼 一個麵 不重要 不重要的麵 我們還點了一個 包 鴨包 廣線 第一次 他以為在刮刮樂 只是在刮五塊購物金 現在氣溫十度 他給我 真的不冷 十度 他給我穿這樣 我裡面還穿了一個發熱衣 太誇張 超冷 我好冷 真的好冷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Justin 穿什麼 他有穿短褲 對你剛剛還說 You want my jacket? 看起來他超冷 他給我穿短褲 有病喔 WOW 他一定會解決 他快跑 他擋得成金 我可以 這裏 他裏 這裏 他愛製造 鴨子 要適一個 就畫面 那裏 這裏 你 這裏 好可愛喔 嗨大家 我們現在又回來剛剛來的這個飯店 但是我們呢整個人就是 直接來 非常亮到不行 欸這個奶子的部分 謝謝 奶子的部分 它全身都是我 我的衣服 我的屁股很透喔 超透的 直接拉起來 拉起來 現在大概11點10分左右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在 我們在旁邊的這個賭場飯店 等煙火 我要喝Gintonic 然後小姐要喝Long Island 然後她要喝 Orange Juice 乾 乾 它怎麼柳橙汁啊 柳橙汁廢物 上來5分鐘 5分鐘 5分鐘 東西 窩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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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秒 成功 嗨大家 今天是 1月8號 我是明天1月9號晚上 7點的飛機 然後現在是下午4點 大概還有27小時左右 然後我要來把這邊的東西 跟你們一起開箱一下 因為上次就是做一個大開箱 非常療癒 大家很喜歡 最近就是再跟大家開箱一次 我們從早上到現在 這次的早餐現在是4點嘛 所以我現在肚子非常餓 我昨天訂了一個那個 Terry Yaki Bowl 我就是要現在熱一下來吃 然後就來把那些東西開箱完 希望可以大概在7點之前 完成今天該做的事情 然後我跟那些就可以出去 小小約個會吃個晚餐什麼的 畢竟我們接下來又要分別7個禮拜 蠻久的 就是我們真的是蠻強遠距離的 對 所以 趁我明天回去之前 好好就是相處一下 這一次他會在 我回去1月11號到 然後我待到2月底的時候 他就會來 就是過了7個禮拜之後 他就會來跟我會合 我們就會一起旅行 去韓國什麼的 沒錯 現在先來吃點東西 我跟你們說 在美國超級奇怪 就是照燒雞的改版 然後大家問你 你要雞胸還是雞腿 然後雞胸的話 這一碗要加一兩塊 就是台幣大概30到60左右 然後如果是雞腿肉的話 就比較便宜耶 超奇怪 雞腿比較好吃 為什麼我會這樣 然後Danny要吃他昨天剩下的雞 不是雞 嗯 披薩 哇 好的大家我剛剛又進行了一個拖延的戰術 就是我今天的第二杯咖啡 我剛剛就是慢慢喝了這杯咖啡 然後說好不行現在已經五點多了 我要趕快來開箱 好的首先我來看看 我買了這本書 你們記得就是我之前有跟你們分享 我喜歡的一個youtuber 就是這個男生他叫阿琳 然後他就會分享很多時間管理跟生產力相關的知識 所以我超級喜歡看到 這是他第一次寫了一本書 覺得我一定要支持一下 我最近應該沒辦法讀 因為我要回台灣這本書我們應該就放這了 所以之後有讀了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再來呢 這是It's Birthday寄給我的 他們是專門出泡澡球 他跟歐納聯名就是娛樂百婚百 在那個Podcast裡面的歐納 先給你們看看這個 這個是 這是他們跟Melting Finger一起出的泡澡球 你看 很可愛欸 冬天很適合這種泡澡球 他就是 他這邊是一個木漿棉的海綿 你可以清洗你的浴缸 然後 好可愛喔你看 這上適合這種禮物欸 這個上面是寫說他可以吹泡泡 然後不用一次用完 他有一式感了吧 冬天泡澡的部分 好然後 喔 這是 幸運餅乾的泡澡球 好可愛 你們看 喔很香欸 他不是那種廉價香 香精的味道 他是幸運餅乾的樣子 再來呢是他們跟 歐納聯名 好可愛喔 哇 哇這好香 我好喜歡這個味道 有一個木漿棉 然後裡面有一個 熊熊新狀的泡澡球 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這個 圓朵的 哇我最喜歡的 這時候裡面我最喜歡的味道是 他們跟歐納聯名的這個 好喜歡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這個泡腳桶 新年新希望是可以 我可以認真泡腳 因為聽說泡腳可以就是 血液循環 然後讓身體比較好 尤其是手腳會冰冷的人 他是一個泡腳桶 下面一位同學 是個希克 我其實超少買相對運動品牌的鞋 我比較少買精品的鞋子 然後呢 這雙我就真的是被燒到 我太喜歡他的長相 我覺得太可愛了 所以你們看他的頭 超級可愛 然後因為我平常都會穿很寬的鞋子 他這個是灰配灰 所以沒有真的到這麼顯眼 他整個鞋就是長得非常的特別 然後他是這種厚底的 因為他是白白灰灰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搭配上也會超好搭 我穿給你們看 你們看 超可愛的 他看起來笨笨的 笨笨的球鞋是我的愛 然後我覺得他配棉褲跟這種 垂下來的褲子 很搭 喵喵 下面一位我要來開韓國來的包裹 我今天就是在他們的網站上面挑了好幾件的大衣 我自己覺得冬天 如果你想要投資一個單品的話 真的就會是偏大衣的類型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好的大衣 我就是會穿5年以上 然後現在第一件 我剛剛其實已經忍不住打開來穿了 就是超級無敵輕 可是他上面這一個 是有3M他的那個 有點像發熱的設計 然後他這有分他的程度 然後裡面他就有寫說 他會把熱保持在裡面 然後把冷散出來 這個一個科技 然後他有一種復古男孩感 我剛剛給Danny看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件感覺是他爸姨有的外套 確實 就是看你要怎麼搭配 我覺得這件 他超級無敵輕 超級喜歡他這個扣子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然後他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拉臉的設計 你也可以把拉臉拉起來 可是我覺得他這樣子 這是一個男孩感的感覺 我好喜歡 很可愛 而且他是一個棕色配深藍色 我覺得很搭 然後你看他這個袖子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全身 是不是超可愛的 我覺得很可愛 下面一件是我所有裡面 最期待的一件 質感非常好 然後他裡面的這個毛 也是那種軟軟的毛 然後外面這個皮也是超級無敵舒服的那種雞皮 好可愛 這件超好看 這件超級無敵好看 我好像把雪靴穿在身上 好可愛喔 這件是發瘋的那種可愛 哇 而且他是短板的 就是有些比較小隻的女生 我知道你們比較不喜歡買長的外套 這件他是短短的 非常可愛 好喜歡 超級喜歡 下面一位 他是不是可以反過來穿嗎 剛剛可以吧 可以就更厲害了 他是不是裡面這個真的也有釦子耶 而且他真的很輕 他一點都不重 他是那種看起來很重的外套 但他完全不重 哇 好喜歡 完蛋了 今天第一名可能就是他了 再來呢我挑了一個長的 這種比較帥一點的大衣外套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真的是很好看的大衣 可是因為他太重了 就完全不會穿 但這個的話 他的重量是可被接受的 不過這件穿起來感覺非常帥 很適合走在紐約街頭那種 這件裡面也可以穿那種比較 再窄一點的牛仔褲 可是我自己就是蠻喜歡現在就是 很街頭的那種褲子 然後球鞋 再搭這種比較個性女人風的這種大衣 我覺得超級帥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小個子就會沒有這麼友善 哇他這個挺度非常完美 配一個那種靴子類型的 也會超級無敵帥 好的最後一件 這個毛毛的 這個 好可愛 這個也太軟了吧 因為我之前有過別件也是這種毛毛的 可是他就是那種毛毛毛起來粗粗的 我覺得打就剛才他們家的上面的牌子質感 都非常好欸 就是每一件的質感都超好 怎麼辦這件跟剛剛那件 是不是有點像 我是不是就是喜歡很像的東西 但是這件也很好看欸 如果這個要跟這個選的話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好像是這件會贏欸 因為這件它可以兩面穿 然後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這個焦糖色超級顯白 我覺得這個再更 又太感 因為它這個扣子這邊啊 但我覺得 所有裡面我最喜歡的是這件 我看到它穿飽 只是這個是它有這個滾邊 跟這個扣子又更可愛 好 最後一個要開箱的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韓國小眾的品牌包包 然後我之所以會挑這個呢 就是因為 我看了很多韓國女明星在背 它看起來就是它的皮的質感非常好 然後它本人實體 你看它這個皮 超級無敵軟 你們看我兩個都扣最長的 它好像就可以卸背 我要穿外套背給你們看 這樣超寒的 就是先忽略我的頭髮 我頭髮很不寒 但是就是它整個穿起來超級寒 我剛剛把這個用短一點 這也是很喜歡 減背大魚卸背的 你看 我覺得它會很好服裝 你看年曆是這個大小 都可以裝進去 好好看喔 如果你是有在喜歡這種比較韓國 然後沒有到那種大LOGO 小眾一點的包包 我覺得這包包非常的實搭欸 所以你要寫背或減背都可以 好看 大家我要來貼這個 你們記得我那時候在日本的開箱 有開到這個東西 天巡的貼紙 然後我剛剛認真看我才發現 它這個是專門給你貼在年曆上面 你看年曆上面的貼紙 所以它上面有一些這種 邊框類的東西 是讓你貼在日期上的 但是呢 本身覺得好像不用貼在年曆上 就是很想要貼在我的AirPods上面 而且因為我跟Danny都有AirPods 就是現在很容易 搞不清楚誰的是誰的 根本完全看不出來 你看下面這個小細菌 你看 你有看到嗎 這小細菌超可愛 小細菌 小細菌 你想要我給你做嗎 對 你會給你做 你想要這個 這個嗎 對 你會給你做嗎 呃 無論難都這樣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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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3 3 4 4 5 5 4 2 5 5 Im 5 5 5 6 6 6 7 9 完成! 讓我看看 那是我的嗎? 超可愛的 你看看這個嗎? 我給你一隻狗 我給你一隻狗 很可愛 今天完全是一個冷到爆表 有一天要出來吃火 我喜歡來吃這家 因為我不吃牛 他們有名的就是他們西右冷 雞肉粉來了 你們看 他的雞肉是在很認真的雞肉 因為之前有些是那種雞絲不好吃 然後呢他可以加雞針跟雞腥這類東西 全部都會加雞腿 快點 吃了 人十分 跟雞腿 我所愛的那種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